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地 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惊悚悬疑电影 惊声尖叫 一天晚上 在家无聊的艾米接到了一个陌生男子打来的电话 艾米告诉他打错了 可是男子不断的打电话过来骚扰艾米 艾米开始有点不耐烦了 男子就威胁要杀了他 吓得艾米赶紧把房门都锁了起来 男子见艾米这么讨厌自己 就抓来了艾米的男影 并当着艾米的面杀了他 艾米惊慌失措就赶紧藏了起来 随后男子就戴着面具闯进了艾米的家里 最终找到艾米并杀死了他 第二天 此事在学校闹得沸沸扬扬 警察在学校展开了调查 自然也少不了记者的捧场 凯西来到学校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的同学小美就告诉他 艾米遇害了 随后警察把所有的人都叫去谈话 到最后也没个结果 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情 凯西的父亲刚好也出差去了 凯西晚上就有点害怕 打算去小美那里过夜 还没出门 凯西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跟艾米遇害的情节如出一辙 凯西吓得干净反锁了房门 不料 面具男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潜入了房间 两人就撕打起来 凯西东躲西藏 跑进了自己的房间 趁机打电话报了警 就在这时 凯西的男友皮特突然出现了 皮特在安慰凯西时 一部手机从皮特身上掉了下来 凯西看到后 一下子推开了皮特 吓得夺猛而出 正好警察此时也赶到了 直接就带走了皮特 因为他的嫌疑最大 第二天 凯西再一次接到了陌生男子的电话 这可把凯西吓了一跳 皮特被警局关押着 根本就不可能出来打电话 而且陌生男还知道 凯西母亲当年遇害的细节 随后 凯西在学校的卫生间里 遭到面具男的偷袭 被凯西侥幸逃脱 此时因为没有证据 皮特被释放了出来 鉴于事情的严重性 学校就宣布暂时停课 校长随后被面具男在学校杀害 学校放长假 最高兴的自然是学生们 有的学生就在家里举办派对欢庆 小美看着凯西愁眉苦脸的样子 就决定带她出去散散心 警局担心凯西遭到不测 就派了一个警察保护她 记者也闻风赶到了这里 他们来到同学的家里 凯西和皮特重修旧好 同学让小美去车库拿啤酒 不料遭到面具男的杀害 皮特和凯西正在聊天 不成想 皮特也遭到面具男的袭击 凯西吓得四处躲闪 最后从阁楼的窗库跳了下去 她赶紧跑到记者的车里求救 不料却害死了摄影师 面具男对凯西紧追不舍 保护凯西的警察也是后知后觉 当警察发现事情不对劲时 赶紧冲进了屋子里 最后也被面具男一刀刺死 本以为皮特已经死了 谁知又活了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皮特和小美男友搞的鬼 凯西母亲的死也和皮特有关 因为当年凯西的母亲勾引了皮特的父亲 导致皮特父母离婚 皮特就怀恨在心 杀了凯西的母亲 最后还嫁祸给了别人 自己却逃掉了牢狱之灾 凯西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他们还绑架了凯西的父亲 想把这一切都嫁祸于凯西父亲 皮特就和小美的男友自相残杀 以便伪装现场 这一切正好被门外的记者听到了 记者就开枪打伤了皮特 凯西忍无可忍 就直接在皮特身上又补了一枪 故事结束 影片设计了精巧细致的圈套 让人无邪可击 凶手用智能加上凶残的暴力 把杀人作为一种娱乐 他们的精神扭曲变态 甚至不惜自残 这一切都是让观众胆战心惊 而又发人深思的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